醒来 我变小了 柳如烟拿橡皮给我凉了又凉 最终确认我变得还没有橡皮膏的荒谬事实 他倒是接受良好 不见半分着急 反而饶有兴致地把我戳了又戳 最终被我狠狠瞪了好几眼 我坐在柳如烟的汤匙里 气鼓鼓地和他对视 柳如烟忍了又忍 最终还是没憋住 笑出了声 收获我一记深淡 只是对上我现在的高度 着实没什么威慑力罢了 柳如烟用手指揉了揉我的脑袋 好了别生气了 一大早就被他从温暖的被子里拎起来 我当场气成河豚 你这样自己在家我实在不放心 到了公司 你愿意怎么睡都行 好不好 我抬起手臂 徒劳地向他展示我微不足道的肌肉 表示我一个人在家非常可以 柳如烟无情地把我放进了汤碗里 然后看着我挥舞着手臂爬不出来 直到我在超滑的碗壁上第二十次滑下来后 笑成一团的柳如烟把食指伸给了我 然后被我狠狠咬了一口 柳如烟常年握笔 食指间的皮肤都更厚一些 咬一下 堪称无效攻击 他又给我花大饼 到那里给你买楼下的小蛋糕 随便吃 在他的威逼力右下 我不情不愿地跟他出了门 副驾驶座显然已经不合适 放在后面柳如烟又不放心 我直指车前摆见 成功替代了招财猫的位置 柳如烟看着正经威做一本正经的我 一路脸上的笑着没停过 老女人 越笑皱纹越多 我在心里暗暗骂他 结果悲惨地发现他皮肤光滑 显然没有要增加新皱纹的征兆 更气了 到了公司 柳如烟努力赚钱养家 我在他休息室美美如水 盖了他的手绢 手绢染了柳如烟最常用的香水的味道 完完整整地把我从脖子到脚包裹起来 平添了把他牢牢抱在怀里的安全感 正睡得迷迷糊糊 我突然听见一阵声响 刘总 休息室要打扫吗 垃圾需不需要帮您收了 我瞬间被下清醒了 拼着手绢就从休息室窜了出来 一头撞在柳如烟的小腿上 魏特助被我吓了一条 不过他也是为数不多知道我变小了的人 毕竟当时买来一套迷你玩具 让我用里面的东西的搜主意 就是他出的 看到魏特助 我放心了不少 刚刚我怕是保洁阿姨过来打扫 一个不小心 我就会被扔进垃圾桶 柳如烟伸手把我捞起来 和我打商量 一会我要去开会 你也看到了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不放心 跟我一起去吧 我惊魂未定 连练点头 我被柳如烟塞进了胸前的口袋 顶替了手绢的位置 只是鼓鼓囊囊一团 怎么看怎么奇怪 魏特助眼神复杂 似乎想劝阻 最终只是张了张口 什么话都没说 等我跟着柳如烟进了会议室 我才后之后觉得琢磨出不对劲来 柳如烟那休息室 平日看得跟宝密室一样 连只苍蝇都不敢随意靠近 魏特助更不会贸然打扰 今天怎么突然来打扫了 想了一大拳 我缓缓误导 我好像被柳如烟套路了 他故意放魏特助来吓我 还我跟他去开会 自从我变小之后 柳如烟比以前紧张一万倍 恨不得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我一度怀疑他得了分离焦虑 但是 这也不是他吓我的理由 我从西服口袋往上看 看到他流畅的下和弦 挺翘的鼻梁 正一本正经地听着负责人的汇报 道貌黯然的老女人 柳如烟长年健身 是那种前突后翘的类型 靠在他的胸兜里 感受到鼓鼓的一块 软软的很有弹性 像是舒服的皮质沙发 我坏从心头起 隔着西服和衬衫 偷偷作了他一口 柳如烟瞬间打了个机灵 反应这么大 我又作了一口 这回柳如烟没有动作 只是我看见 他的嘴唇明紧了 这分明是极力忍爱的样子 我又拿手指抠了抠 缩小后的我 手指的大小正正好好 杀伤力十足 柳如烟的椅子 直接后撤了一条 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 部门负责人的汇报 一瞬间就停了 声音带着几分颤动 柳 柳总 柳如烟扔下一句 你们继续 就阔不出了会议室 顺带把我从口袋里拎了出来 然后他就发现 变小的我 既不能轻 又不能碰 我得了便宜 终于找到了 让他吃别的办法 一脚踩在他的手腕上 插着腰腰舞扬威 用我小小的一张脸 挤出平生 最嚣张的一个表情 他被我气笑了 我以为变小这件事 不会持续太久 可是等到还没有恢复的第五天 我着实着急 柳如烟倒是接手量好 甚至饶有欣慰地 拿隔齿给我量身场 要给我裁剪衣服 虽然本人认为 拿小学生的隔齿量 一个成年人 简直是更大的羞辱 他按下了我竖起的钟指 轻而易举地镇压了 上蹿下跳的我 来 伸直胳膊 我看着柳如烟一本正经的脸 严重怀疑 他是不是被夺了射 自己的衣服都要靠 柳如烟一边收了尺子 意味深长地把我 从头到脚打凉了一圈 你要是不想做 光着身子也可以 我立刻被拿捏了 乖乖抬起胳膊 凉 现在就凉 看着柳如烟认真的测量了尺寸 又拿着笔认认真真记录下来 我不由地发小 魏特助的布送来得很及时 各种颜色各种材质 不一会儿就摆满了整个客厅 在缩小的我看来 眼前瞬间变成了大型充气乐园 我钻进了一块布里 旋即灵巧地窜来窜去 柳如烟无奈 只能一块块掀开 确认我是否藏在里面 在翻了13块布之后 我被他一把揪住 我的领子被夹在衣服夹上 轻而易举地被衣服夹彻底封印 在制服我这个问题上 柳如烟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然而到了晚上 洗澡成了另一个难题 虽然我们早就坦诚相见了无数次 但光溜溜地被他整个握在手心 还是太过于挑战羞耻心 在我的强烈抗议下 柳如烟终于同意了 我自己洗澡这件事 然而在淋浴打开的一刹那 我当场被水流冲倒 啪鸡一声趴在了地上 柳如烟听到声响 连忙进来把我捞起来 我捂着脸 丢人都丢到姥姥家了 她倒少见得没笑我 而是帮我把水流调小 然而 我刚试探性地伸出一只脚 就被凉得一击灵 忘了高度差了 柳如烟抱着肩膀 一本正经地给我分析 就我这个高度 哪怕调到最热 到下面也凉透了 最后 到底是柳如烟拿了个汤碗过来 把我放在里面 又怕我枪水 放了个条羹让我扶着 溜腾了一大圈 身上早就凉透了 柳如烟怕我冷 在汤碗里加了很多热水 我坐在勺子里 看着蒸腾的热气 真诚发问 柳如烟 你要把你的亲老公炖了吗 柳如烟拿手绢把我包起来 认真回应 这个长度正好 卷饼吃掉 我从他手中弹射出去 一头扎进棉被里 你抓不到我 你抓不到我 我披着手绢在屋子里到处流窜 简直跟他上演了真人版汤姆和杰瑞 柳如烟说 自从我变小了 他在家走路都要反复检查脚下 生怕一脚踩了我 怎么说呢 有点感动 但不多 柳如烟最近忙得很 柳如烟年少有成 是鼎鼎的聪明 可商场上兜心斗角而与我诈 能在激流中分得一杯羹的 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疼 他们手段的肮脏黑暗影下走 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 柳如烟向来避免我接触这一面 平日在我面前 多是举重若轻从容不破的样子 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 虽然这些人不好对付 可他是柳如烟 只是对付这些人需要时间 柳如烟肉眼可见的忙碌起来 变小之后 我什么也做不了 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坐在桌子上 当个安详的摆剑 主打一个陪伴 坐久了实在无聊 我偷瞄了一眼柳如烟 他正专注的盯着电脑 应该没有注意到我 我悄悄的移了一下 再瞄一眼 只够我盘腿坐下 我瞬间像被孙悟空画了圈的唐僧 一动也动不了 我张牙舞爪表示抗议 柳如烟揉了把我的脑袋 在这里我能常常看到你 一句话 瞬间浇灭了我熊熊燃起的怒火 对不起 我是恋爱脑 谁能抗拒一个会撒娇的老婆呢 我坐在台灯顶 破晒看着她 别说 这个高度正好能看到她的脸 每次看都要感慨 老子眼光真好 怎么就选了这么一个美女呢 不知道坐了多久 我慢慢感觉到了不对劲 我这屁股下面 怎么越来越热呢 我一个弹跳站起身 一边拍屁股一边嗷了两声 专心看资料的柳如烟被我吓了一跳 怎么了 我捂着屁股大呼小叫 冒烟没冒烟没 是不是着了 柳如烟愣愣了愣 旋即笑成一团 被她从台灯底拿下来的时候 我还一本正经地跟她讲道理 光与热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台灯在发出光的时候 也在转化为热闹 柳如烟忍忍着笑 在我屁股上揉了一把 辛苦我们初中物理 就不及格的阿阳了 我气鼓鼓 林笑你现在骂人可真高级 台灯我是死活都不愿意做了 柳如烟也没为难我 到厨房切了个果盘 任我造作 切成我能入口的小块 估计西瓜之水 早就留得一滴都不剩了 我阻止了柳如烟 干脆一头扎在西瓜上啃起来 柳如烟安抚了 被台灯烫屁股的我 又继续投入了工作当中 不知道啃了多久 等我吃饱喝足抬起头 柳如烟竟然靠着椅子睡着了 她最近真的太辛苦了 以前也有过对付他们的时候 可我总觉得 这回柳如烟比之前 每一回都要急起 她拼了命一般的 想要定死他们 要快 要准 也要狠 面对我时 她情绪稳定一如既往 可我总觉得 越是平静就越是反常 如果说往日动手的 柳如烟是翻涌的波涛 此时就是不可见底的深谈 平静的另一面 恰恰是不可见底的深渊 我顺着椅子爬上去 踩在她的肩膀上 点起脚尖去够她的眼睛 柳如烟不近视 只是我对戴无矿眼睛的女人有执念 在我恩赐刷擦边的小视频 被她抓现行后 她找魏特助给她配了个 防蓝光的瓶光镜 专门用来诱惑我 我费力地举着眼镜爬下来 把她放在桌面上 又窜进卧室 费力地拽了一条毛毯 走几步 喘失口气 堪称现实把蚂蚁搬家 变晓真是太不方便了 我揪着毛毯一脚 扛在肩膀 一路拖拽着到了书房 又缓慢地爬上柳如烟的腿 把毛毯一节节拉上去 刚拉到一半 我被柳如烟一把捞进怀里 她的大掌把我弯弯整整包裹住 放在警侧轻轻骂撒 梦中的她无意识的抑郁 阿杨 不知过了多久 我从她怀中挣脱一点 仰起头看她 抬手轻轻履平她眉心的褶皱 原来无所不能的柳如烟 也会在睡梦中忧愁吗 柳如烟布局良久 今日会面 一袭黑职业妆 杀气十足 我捧着个草莓 一边啃一边欣赏美女 堪称人生幸福时刻 姐姐 你是打算没死她们吗 柳如烟被我一句姐姐勾了魂 过来拿指尖点了我的眉心 等你变回去 要你好看 自从我变小 柳如烟把我当成人形挂件 走到哪儿待到哪儿 可这还是头一次她会谈诗 把我放在了办公室 我总觉得 面对她们的时候 柳如烟似乎特别特别紧张 她让魂特助拿零食水果 给我堆了个小屋 堪称童话般零食世界 一生干练西装的魂特助 蹲在休息室挖西瓜堆房子 表情像是生通了三个苦瓜 我虽然贪图享乐 但不至于乐不思数 柳如烟头一次这么忙碌 他们肯定非常难产 一无所知的躲在后面 不是我的风格 我从休息室溜出来 她在会议室的百叶窗外往里看 很快 柳如烟站起身 其他几个男人走了出来 柳如烟还是那副八风不动的样子 任凭哪个商场老油条 都没法看出她的破绽 而那几个男人倒是春风满面 柳如烟没有讨到便宜 我不信 但还是隐隐担心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 头一回觉得 自己变小 好像还有用处 我溜到魏特助那里 偷了她的录音优盘 蹦搭着小腿蹬了上去 当然还不忘给魏特助留了眼 让她帮我挡一挡柳如烟 要是被她发现 我当场就得被拎回去 我灵巧的身段迅捷如鼠 三步并坐两步地蹦上了他们的车 他们下了车 我又趁他们不注意跟着溜进酒店 他们在酒桌上高堂扩论 我在旁边的备用茶壶里 听得吸满一组 收集信息完成 我按原计划跟回车缩在箱子里 等魏特助把我带回去 然而来人却不是魏特助 而是满脸阴霾的柳如烟 我从未见过柳如烟的脸色 可以阴沉成这样 他拎着我的后脖狗 如同拎着一只被捏住后颈的猫 我看到他脸上直跳的眉头 无疑昭示着他愤怒到了极点 可他把我放在车里的动作还是轻柔的 我使了个眼色 把录音U盘塞给了魏特助 根据我的经验 这个时候拿出U盘绝对不是将功抵过 反倒是雪上加霜 柳如烟开车速度一如往常 可他越是平静 我越是发慌 往常这种情况 我就要倒霉了 一想到自己变小了 柳如烟总不能再做什么 我的心稍稍安定一些 直到我看他散开头发 另一只手把玩着发卡 我捂着屁股就跑 救命啊 打人啊 这玩意可是金属的 揍一下得多疼啊 第二天柳如烟是拖着我去公司的 只能趴在他掌心的我表示身无可恋 柳如烟显然还在生我的气 从昨晚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哪怕我鬼哭狼嚎 他也不接话 只是闷头教训我 可见是真的气狠了 我知道自己做错了 可是那帮人真的讨厌得很 以往就处处和柳如烟作对 手段下作又阴狠 这回柳如烟如此反常 我很担心他 可我也知道 一起他们 他更担心我 我乖乖巧巧地趴在书桌上做摆件 他一抬手就颠颠地把笔递给他 要多听话有多听话 柳如烟偏偏不去接他惯常用的这支笔 舍近求远地换了一支 我委屈巴巴地看着他 铁石心肠的柳如烟再次无视了我 完了 他不爱我了 我撒娇打滚卖萌都没有用 反而扯到了屁股的伤 惨叫一声趴了回去 到了下午 我灵活的小脑袋终于想出了好主意 我忍着屁股疼爬起来 从他给我做的一大堆小衣服里 换上一件西服 还像模像样地戴了顶礼帽 我站在他的电脑键盘上 摘下礼帽行了个礼 柳如烟本来打定主意不理我 眼下去不由地被我这副模样吸引去了注意力 我轻轻一跃 轻盈地跳到了键盘的W键上 虽然变小了 我的运动功底还是在的 我在键盘上旋转跳跃 踏过一个个字母 再卡着重音踏上回车踩上空格 跳完一曲 我再次优雅行礼 柳如烟目光疑惑 我扬起手 骄傲地抬起脑袋 示意他看电脑屏幕 刚刚完全被我的舞步 吸引了注意力的柳如烟 此刻才看到 电脑屏幕上 正正好好打出的一句话 姐姐我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柳如烟笑了 抬起手把我捞进怀里 我就知道 我的鬼马脑瓜 就没有拿不下的柳如烟 变小后的第13天 我还是没有变回来 在床头上愤愤打个滚之后 我忽然想到 过几天设计大赛是不是就截止了 我本职工作是珠宝设计师 变小之前 正打算参加一场秋季设计大赛 一想到我付出了那么多心血的设计稿 要是因为变小错过了比赛 我真的会当场吐血 于是做完早餐回来的柳如烟 看到的是撅着屁股趴在鼠标上转滚门的我 他哑然失笑 把我从鼠标上揪了下来 干什么呢 我情绪低落 还有几天比赛就截止了 我的设计稿就剩一点点没有完成了 柳如烟把我放在餐桌上 我面前是微型的青州吐司油条和培根 一整个中西混合 明明是我最爱的吃法 眼下我却搭了着眼皮 一脸闷闷不乐 先吃饭 吃完我帮你搞 柳如烟一开口 我立刻仰起了笑脸 好爷 柳如烟摸着下巴 狐疑地看着我 我怎么感觉 好像上了你的当 嘿嘿嘿 才发现了 我满意地大喝一口青州 不听不听 你答应我了 我原本给这场大赛准备的是一条手链 柳如烟听了我的想法 提出了新的建议 改成项链怎么样 我本来有所有意 但见他信誓旦旦 决定信他一次 柳如烟一点就通 基础软件应用更是不在话下 我只说了几句 他很快就上手了 我搬了个小凳子 坐在他的电脑旁边 敲着二郎腿指指点点 一句话 让资本家为我打工 我果然未来可欺 柳如烟挪动着鼠标 听从我的指挥一个个视色 不得不说 虽然他不是专业的 可在审美方面的天赋 却是无人能挤 设计这种东西 发指的天赋 每一个凭感觉的调整 都完美复刻了我的想法 在设计图纸的右下角 柳如烟认真写下了 这件作品的名字 是爱 他的钢笔字囚禁有力 和我的狗爬天差地别 等到日落西山 我看着柳如烟 电脑屏幕上的最终成果 默默缩到了墙角 只留一个后脑勺给柳如烟 柳如烟顾顾名所以 在身后戳了戳我 怎么了 不满意吗 我再修改一下 我对着墙问声问气 没有 我只是想自闭一下 人与人的天赋差距 简直比人与狗还大 柳如烟和对手公司的斗法 已经到了收尾期 到了这个时候 柳如烟彻底抛下了 古井无波的平稳 而露出了凶逸毕露的杀气 他要摁死他们 我很意外 柳如烟在商场多年 雷霆手段是有的 强项目夺投资 最狠也是要对方破产 可我这一回 分明从他眼中读出了 真正的杀意 他想让他们死 为什么 我从不怀疑柳如烟 但我下意识地担心他 他的状态太不正常了 前几天是柳如烟 寸步不离地带着我 这几天是我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财经新闻一次次 弹出对手公司的丑闻和骨架大便 柳如烟的手机一直在响 他毫不在意 甚至饶有兴致地给我梳头发 他给我梳了个大背头 又再次散开 换成一个新的发型 我欲言又止 只能任他造作 一直到入夜 他的手机才消停下来 我挂在他的口袋里 跟他一起出了公司 昏暗的地下车库 灯光惨白 在我听到急促脚步声的那一刻 我下意识从柳如烟的口袋里 窜了出来 伸手挡在了他胸前 我的直觉前所未有的准确 直到寸寸尖刀刺入我的身体 我扭头看向柳如烟 唯一的想法是 他没事 真好 警笛思明 一大群人一拥而上 被逼到绝路狗急跳墙的凶手 被当场按住 原来柳如烟早有布局 他故意赶狗入穷象 趁着他们失去理智 困兽之斗时 再早有准备 一网打尽 只是我这样一伤 他一定很难过吧 不过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疼痛呢 我低下头 想要看身上的伤口 可是 身上流出的却不是想象中的血 而是 连续 我看到明明已经获得 最后胜利的柳如烟满脸痛苦 拼命地想要把我身上 划开的布料挡住 他目自欲裂 几乎昏厥 阿阳 他又救了我一次 我终于想起来了 原来 我已经死了 在柳如烟风头正盛的时候 备手公司的老板 故意煽动之渊 又买通亡命之土 想要杀死柳如烟 而那天去给柳如烟 送晚餐的我 如同今天一样 居然挡在了他身前 可惜那一刀太狠太深 到了最后 我也没能摸一摸柳如烟的脸 他一定很难过吧 他们一击未肿 却摘得干净 而我最近看到的 沉默如深渊 杀鸡毕露的柳如烟 是在为我报仇 那个小小的我 只是我曾送给他的 我的缩小版棉花娃娃 柳如烟拒绝承认 我死亡的事实 在一个人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地 抱了我整整三天后 被匆匆赶来的 柳母和医生抬走 柳母说 要让我入土为安 可柳如烟不信 她相信我一定还活着 在卧室的大床上 在早餐桌旁 在书房中 在休息室里 永远朝她笑 朝她呢 我看着柳如烟的几股轰然爬落 跪在地上气不成声 我好想去抱一抱她 告诉她 如烟 我不后悔的 能救你一次 柳如烟 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不是什么事 都需要一个人做 不是什么困难 都需要一个人扛 我知道她出身富贵 担心柳家介意我的出身 却在第一次进柳家时 头一次体会到了 家人的温暖 柳母妈撒着我的手 看到上面的茧子 时满眼都是爱恋 从此之后 衣食住行 样样都要带我一个 城府看我销售 从此她的菜谱上 都是我偏爱吃的东西 柳如烟更是把一颗心 都挂在了我的身上 我从未觉得 原来一个人 可以给另一个人的宠爱 有这么多 我所有的情绪波动 都可以被她感知 所有的艰难险阻 她都会替我克服 她是我的退路 是底气 更是勇气 她让我度过了 人生最幸福的十年 十年中的每一天 都如同泡在蜜罐中 足以消弭之前的一切苦痛 所以当那柳刀刺过来的时候 我没有一点犹豫 我无法想象 失去柳如烟的日子 同时也明白 我的离开 对柳如烟有多残忍 我揉不开她没心的褶皱 更擦不干 她流下的眼泪 从医院出来之后 柳如烟进入了一个 正常到反常的状态 她照常回家 照常生活 照常去公司 照常工作 可她会把娃娃带在身上 寸步不离 如果阿阳一直在我眼前 她就不会出事了 对不对 这是她的执念 她还会跟娃娃说话 给娃娃做饭梳头 亲手裁剪衣服 只有这样 她才可以确认 她的阿阳还活着 就在她身边 当然 那些逃脱制裁的对手 她也更加狠了 朝朝痛下杀手 她不止一次的想过 如果当初 她没有心思手软 而是一开始 就想让他们全部家破人亡 也许 也许她的阿阳就不会出事 那天她打开电脑 桌面上还保存着 她没有完成的设计 就在前几天 她还兴高采烈的 给她讲她的设计理念 还信誓旦旦的 拍着胸脯告诉她 一定会拿一个名次回来 用奖金请她上火锅 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 又叨叨着想去吃烤肉 还没拿到奖金 先为吃什么发了愁 可是她 再也没有机会 完成这个设计了 柳如烟把娃娃 拿出来摆在桌上 在娃娃的目光注视下 一点一点完成了设计 两天两夜 不眠不休 她自作主张地 把手链换成了项链 她想 阿阳一定不会怪她的 她可以明白的 因为项链 是距离心脏最近的珠宝 柳如烟以阿阳的名秘 向大赛组委会提交了这部作品 又用了关系 调换了作品的编号 WF号的项链 至爱WF 至爱 无夫 柳如烟靠复仇 这口气撑着 可这仇报完了 这口气也就散了 露出的棉絮 不仅惊醒了我 也惊醒了自我欺骗的柳如烟 如同她了解我一样 我也从她看似平静的眼中 看出她满是死意的绝望 小小的娃娃 终究不是我灵魂的在体 逗留人间多时 我终究要消散 临走之前 我想要去看看柳如烟 柳如烟正在家里 把东西样样摆放整齐 擦拭干净 情绪之稳定 动作之轻柔 看到我毛骨悚然 哀莫大于心思 当一个人没有情绪的时候 才是真正走向死路的绝望 我坐在窗边 看见她从黄昏芒到深夜 最后躺在沙发上颓染 她已经很久没能入睡了 只有娃娃在的时候 她还能幻想她在身边 她只是变小了而已 我眼睁睁地看着柳如烟 倒出一大把药片 连水都没有倒 就这样一个个吞了下去 她陷入了预想的 不用再醒来的梦 在她的梦境里 我久违地以正常大小出现 我揪着她的领子乍毛 喂 柳如烟 我救你这条命 不是让你用来这么早见的 她看向我 还未动作 眼眶已经红了 我顺势握住她伸过来的手 掰着手指头跟她算账 我还没报答爸妈 柳如烟 你答应我 替我好好照顾她们好不好 柳如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是不停摇头 最重要的是 我顿了顿 终究还是忍不住哽咽 柳如烟 我真的很爱你 你能不能替我好好活着 未特助视角 我没想到 朝阳去世的第五天 柳总来上班了 她一切如常 从头到脚一丝不苟 可越是正常 我越是心慌 柳总和她老公的感情有多好 我是知道的 哪怕是老夫人 在得知消息后也伤心了很久 赶忙去把柳总 从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抬出来 一个人 两天之内 从半死不活变得一切正常 我是不信的 俗话说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提心吊胆 生怕柳总搞个火药 带着整个公司一起上西田 她上班的第二天 我终于发现了异常 她带了夫人的娃娃来上班 独物私人很正常 不正常的是 她跟娃娃聊天 甚至吩咐我 给娃娃买微型的碗 盘 椅子 又让我买了几匹布 说要亲自给她做衣服 我害怕了 柳总的娃娃走到哪带到哪 哪怕是开会 她也会把娃娃塞进自己胸前的口袋里 我看着她平整的西装上 鼓鼓的一大团 欲言又止 终究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知道刘总心里出了问题 也私下告诉过老夫人 可老夫人只是摇头 没有手啃我让刘总去看心理医生的建议 如果活在幻想中能让她好受一些 就别叫醒她了 除了随身带着娃娃外 刘总开始了疯狂的复仇 我知道她有杀伐决断的能力 却从未见过她想要吞噬一切的恐怖 每次处理和那几个公司相关的文件时 我都在一旁胆战心惊 毫不夸张地说 我怀疑刘总随时都要抱起杀人 这个时候我就要清醒 每次娃娃放在一旁 刘总都会平静很多 起码看上去会平静很多 以前刘总就跟我说过 在夫人面前 她永远要做那个无懈可击的人 可我万万没想到 本来是一个安装窃听优盘的计划 娃娃会意外掉到那箱准备好的酒水里 刘总压抑多时的情绪第一次爆发 这是我离世事最近的一次 在箱子里摸到娃娃那一刻 刘总的命回来了 我的命也回来了 我终于明白了 老夫人说的 让她活在幻想里也不错 是什么意思 刘总不能没有夫人 各种意义上的 可是私人已逝 谁都无力回天 刘总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提交设计稿那天 她说 是老公坐在旁边指点她完成的 她还说 她看到老公在键盘上跳舞 屏幕上打下的字是她的撒娇 我凑过去 她还挡住不给我看 可我还是看到 那上面空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在朝阳走后的第十年 刘总相继送走了她的父母 最后那天 她没有从墓地回来 万贯家财 她只带走了那条项链 她说 阿阳 我真的坚持不住了 让我早点去见你 好吗 冰凉的水落在我脸上 我抬起头 下雪了 希望他们的来生 可以平安顺遂 相守白守